以为是参加新生命的曹贝尼 好不好请你们两位起立 我们还是借着几个简单的问题 带着你们在众人面前 跟随主的决心 你们两位是否相信像圣经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者包括你们包括我 你们是否相信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或好行为 来解决罪的问题 唯有接受神赦罪的恩典 才有可能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你们是否相信神为我们预备赦罪的恩典 就是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降生 又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你们是否就愿意存着感恩的心 接受耶稣带我们受死的恩典 接受祂做你个人的救助 你们是否也愿意让复活的主住在你们心中 让祂做你生命的主 你一生信靠顺服祂的引领 活出一个讨神喜悦 荣耀神的生命见证 请坐 我们就请他们两位 依次上来分享见证 先是周灵 然后是贝宁 我先请周灵 请不吝点赞 关注 一个月间 我失去两位亲手 还有一位因脑出血 入住系统ICU 三进三出手术室 三位亲人均为基督 在刚满18岁满海的教堂葬礼上 人人泪水潸然 经历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阶段 我听到了主的召唤 我开始像亲朋好友们一样祷告 祈求天父保佑身在医院的亲人早日脱险 保佑身入天堂的亲人安息 神听到我们的心声 赐予无比恩爱与大能 并为亲人奇迹般迅速而全面康复 主道医生说 这种奇迹几率小于百分之五 感谢主 圣灵犹如蓄力之北极光 吸引着我 引导着我在九月 来到教会 开始了新的生活 初参加每周日华语堂崇拜 和周二妇女天地团契 同时选修了主日学木道班课程 之后又继续进入初性成长班 学习 在各位牧师师母 授课老师 我的栽培者 以及信师族姐妹的指导帮助下 领会基督教基要真理 坚持读圣经 练习祷告 学习服侍别人等 沐浴在教会的恩爱与喜乐之中 失去亲人 知内心隐通 渐渐抚拼 在系列学习中 我理解了三位一体的圣父 圣子与圣灵 是独一的真神 主耶稣基督 是神的独子 被钉十字架 受死后复活 知道自己是有罪之人 决心认罪悔改 真心接受耶稣基督被救主 并于今日接受洗礼 受洗之后将是新生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从小就对无神论存有疑惑 总觉得浩瀚的宇宙里 不会没有神 可是我并不认识 这位独一全能的创造者 来到美国后 我慢慢开始接触教会 每次听到耶稣的名字 都觉得温暖感动 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 都经不住落泪难过 但是我仍然觉得 这是别人的神 虽然美好 却与我无关 感谢ACC教会 我在来这里三个月之后 觉知信主了 那天听到妇女天地讲课的王牧师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世人 这就像是一份寄到家门口的礼物 我们只需推开门就可以收到了 一下子我意识到 自己就是这样 一直在寻求等待 可是当美好的礼物降临时 我却选择隔窗相望 感谢神给我的礼物 觉知之后 我体会到不一样的喜乐 我知道觉知后要受洗 可是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够信主 我暗自向神提条件 然而我也恐怕所求的不是神的意思 所以每当感觉不应该等了 我就开始考虑受洗 好几次我都选择了日期 却因为丈夫回国 看望重病的婆婆而放弃 就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情形下 神展示了她的大爱 我的丈夫不但主动要求觉知 还带领了婆婆一起信主 感谢神 婆婆受洗一个多月后 安息主怀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恩典 去年11月 在郭振游教授布道会上 我的心再次被触动 一股力量推动我回应了呼召 我愿意放下自己 跟随主 完全地信靠顺服 求神带领我走当行的路 做一个荣耀主 蒙神喜悦的基督徒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为周灵施洗 请妇女天地的其中一位同工 Swee来为周灵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周灵姐妹将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 主啊我们把他交托在你手里 在他的一生里面 你都眷顾保守他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让他在你的真理中砸根 来更多地认识你 他与你的关系 每日能够更加地亲近 他的一生里面 不管是在高山或低谷 他都紧紧地抓住你 把他和你的关系 看这是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主啊你要保守他 将平安喜乐 各样的属灵福气 都祝福在他的生命里面 主啊我们为他的新生命 再次献上感谢 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周灵我们感谢主 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主的恩典领到你 愿你经历到神不只是擦干你的眼泪 而且把他的喜乐赐给你 充满你 像圣经所说的穿上赞美衣裳 我们听到你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 照着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权柄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接下来沈牧师会为曹贝尼来施洗 我们请新生命团契的同工余宏 来为贝尼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我们今天满心欢喜喜乐感恩 因为曹贝尼姊妹今天受洗归入你的名下 主要我们把他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看顾保守带领祝福 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释样 来荣耀你 来宣扬那朝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他的恩典把你带到了神的家中 而且最后你愿意甘心顺服 接受洗礼 这是在神的恩典 相信主会使用你在今后的日子 更多地去彰显他的荣耀 更多领人来归向他 因着贝尼姊妹在众人面前 在神和天使面前的信心 靠着教会从主那里领受的权柄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曹贝尼姊妹施洗 我们一同做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恩 因为你把这样大的权柄给了你的教会 就是一个通往天堂的大门 使人从罪中 从罪的刑罚 就是死亡和地狱当中 可以释放出来 能够进入你荣耀天家的国度 愿你继续激励你的儿女 你的精兵 在这世上不只是为主发光 更是能够带着主的权柄 使人能够奉父子圣明的名 归入主的名相 也可以使人能够领受主的教训 凡你所教导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 我们教导人来遵守 你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赞美 帮助我们善用这个权柄 也能够使更多的人 进入主的家中 成为一个敬拜神 荣耀神的肢体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